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又壞又壞 拜登又不想讓他下台 又想把他拖死 國內的疫情也比較嚴重了一點 不過其實也還好啦 你看到那個什麼 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其實菲律賓大家都不太管了 就讓他自然的一個染疫 所以我想我們國內慢慢應該 你說真的啦 如果說確診比較多 是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其實 以Omicron這個變種病毒來說 其實他的一個重症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其實慢慢的你就會變成說 跟病毒 或者之前我們講的與病毒共存 那大陸是因為人太多 所以他做控管 但是我認為漸漸的也會消散掉 聯準會呢你要升息 講實在話你升息就升息 美國股市也跌那麼多了 你看美國股市 也大部分都跌那麼多了啦 你看肺半就跌得哀哀叫了 肺半也是跌得哀哀叫嘛 這邊又來到前波的低點嘛 現在慢慢的出現利空不跌的現象 所以這邊為什麼告訴你說要把握機會 是一個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真的你說很多股票 比如說聯發科好了 聯發科 一千二跌到八百塊 一千二跌到八百塊 跌到四百塊 一千二跌到四百塊 對不對 也跌了三成 這種很大股票跌三成 我們不要講什麼系列 系列是跌得快五成 跌了對不對 快五成 你看聯發科好了 聯發科真的 這種大股票跌了三成 跌了三成 那當然他一定會有反彈的 雖然說手機不好 對不對 事況現在不好 筆記型電腦不好 但是他至少也會有一個 比較強勁的反彈 你說大力光 對不對 今天也有法說嘛 大力光也不好 但是呢 五千六千塊跌到一千六百塊 他會不會有一個反彈 六千塊跌到一千六百塊 對不對 各位同學六千塊跌到一千六百塊 會不會有一個反彈 這也都是有機會啦 這個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這邊來說真的 你要去找 產業還是向上的 也是跌的 肉很多的股票 產業還是向上 那也是跌的 肉很多的股票 那當然最確定的 就是台積電 我想今天台積電的法說 也不錯啦 剛才有看了一下 毛利率五成五 毛利率五成五 那第一季差不多賺七點 七點多塊 將近八塊 就像我前幾天說的嘛 如果說台幣再貶值 其實對電子股是好事 對台積電也是好事 對不對 七點多塊 今年可能 理論上是三十幾塊的啦 今年理論上是三十幾塊的 成長三成左右 成長三成 那如果說台幣再貶值 那可能成長得更多一點 那對台積電未來的EPS 絕對是很大的幫助啊 對不對 那台積電會不會再漲 會啊 就是說 它要漲到哪裡 不是我能決定的 我常常講說 我們是要尊重市場 就像說去年 我認為台積電 對不對 那時候五百多塊 我認為台積電 台積電這邊五百多塊 很多人在罵台積電的時候 有沒有 很多六七九買台積電的人 到後來呢 都心死了 得到五百多塊 很多人都心死 很多鄉民 對不對 那時候你看新聞 哇 很多鄉民都罵台積電 怎麼樣啊 對不對 爛台積電 只有我告訴你 我說六七九必過 欸 今年真的過了 來六八八 但是 因為什麼 年準會升息也好 二五戰爭也好 就跌下來了 那但是你說 它要不要再來一次六八八 這個東西 我們要邊走邊看 但是你說這邊 一個三重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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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強勁的反彈 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那 台北股市 也是會漲 台積電 台北股市也是會漲 但是你說 有些的股票 彈上來 你是該賣的 你是該賣的 我的看法是沒有改變 那台積電相關的股票 尤其是設備的 或者說一條龍的 精彩啦 彩運那些 創意啦 那些 都OK 隨著台積電 未來會長得比台積電更兇 因為是台積電是大牛嘛 他們的這些小經濟 對不對 業績慣一點就是漲 到時候一定是漲更兇 就像鴻海集團一樣嘛 你說鴻海要坐車 接下來你說廣宇啦 5243的以勝 甚至2354的宏准 3149的政達啦 甚至有人說普城也可能要坐 驅動IC 這些都有機會 你可以選一個你比較喜歡的 因為畢竟電動車市場很大嘛 電動車市場很大 所以這邊來說我覺得 你要看產業 就像說今天的一個新聞 今天一個新聞 今天我看一看 今天比較重要的新聞 比較重要的 而且有趣的新聞 是在這裡 也跟台積電相關 這叫什麼 手機降速門 引爆三星的危機 GOS燒出最嚴酷的真相 那三星呢 對不對 他自豪的就是他的一個手機嘛 三星也是在全球的一個 怎麼講 手機的一個AP 不管說市占率也好啦 或者說代工啦 他也有佔有一席之地 他有幫高通代工一些嘛 對不對 他自己呢 也有在做自己手機的一個AP嘛 但是你要看到喔 最近三星 三星的一個AP 在跑這些遊戲的時候 他們的 用他們三星的手機 在跑遊戲的時候 反而出現了一些 就是 應該是 就是速度不夠快啦 我們講明白就是速度不夠快啦 手機的晶片 AP 對不對 處理器不夠強 不夠強 所以你看到 那這樣代表什麼 代表說三星真的 技術能力還是要加強一點 三星要加油 不像他所講的 喔 我三奈米對不對 GAA的製程我做了 我要超過台積電 結果呢 你真實的事件 現在看到是這樣 你真實的事件 現在看到是這樣 那代表什麼 代表 台積電還是好嘛 你看 對不對 這前三名 這前三名 除了高通最近轉回台積電以外 幾乎你看聯發科 你看蘋果 都是給誰代工的 台積電 台積電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告訴你 這未來的幾年 台積電還是最強 我可以很確定的告訴你 這個 晶圓代工裡面 你要買還是買台積電 台積電還是最強 台積電相關個股還是售位最大 你看今天這個新聞也是這樣子 三星呢 看起來 他的AP還是有問題 手機這個 處理的速度還是慢 對不對 打遊戲的時候不行 燒出了嚴酷的真相 燒出了嚴酷的真相 再來呢 你看智慧型手機的市占率 最近這幾年是節節的敗退 那所以 為什麼說我們做股票 一定是 要買未來會好的產業 然後呢 要買最強的公司 要買未來最好的 要買最強 因為股市不可能永遠一帆風順 對不對 你看到今年從一月到現在 真的 紛紛擾擾太多太多的利空 對不對 美國的升息 俄烏的戰爭 到現在大陸的疫情 聯準會又要什麼縮表 你看這些人 哇這個 就趁著這樣子 對不對 利空接二連三的來 利空接二連三的來 當然你會覺得說最近股市真的難做 是難做 是難做 但是其實我個人認為其實很多股票是跌到低檔 就跟台積電嘛 前幾天我跟你講 你去賭台積電 你害怕的 你去賭台積電 你一定會賺錢 對不對 昨天漲十六塊錢 你如果買個十張可以賺十六萬吧 台積電也沒走完 所以為什麼說 我昨天特別要提供這個 免費的支撐壓力價位 你今天也可以看一看 其實還不錯啦 我其實都是用極短線的 我自己的指標 在做精算 因為這些都是比較大的股票 成交上比較大的股票 你知道 你呢 要用極短線的指標來算 算它的價位 這比較精確 這比較精確 譬如說你說聯發科 對不對 如果說870沒有站上 支撐價 今天的支撐價870沒有站上 你看聯發科今天 你看聯發科今天 有沒有 來 今天呢 最高874 那一跌破870 你看 今天打到861 今天打到861 你就不能做多了 你就不能做多了 你看就差了19塊錢 有沒有 我想 這個表 昨天來索取的很多人 我也請我的特助 有意義的傳給各位 沒有騙你們 870破掉了 你就不能做多 那今天聯電呢 支撐是在48.1 那今天正好 好 好像尾盤也是打到48.1 2303 有沒有 最低是48.2 差0.1 所以 它還在戰爭今天的多方點位 但是明天還會變動 這個點位每天都會變動 如果說你想極短線操作 或者你想觀察你手中的股票 極短線的強弱 我這邊都會提供給我的會員 會提供給我的會員 那免費的提供 那我的會員 你要的話 你可以跟你的服務人員索取 每天早上 他都會傳給你 用LINE的方式傳給各位 然後你看喔 再來喔 陽明長榮也是一樣的 陽明長榮國聚也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你看 比如說國聚支撐397 站上就可以做多 支撐397 你看到今天 來 2327 今天最低好像398 最低398 差一塊錢 所以它站上你看 後來就拉上去了 後來就拉上去了 我算397 最低398 差一塊錢 所以你說 有時候啦 其實我很少跟你們講 技術分析 尤其是極短線 因為我覺得 駐股票你要賺一個比較大波段 要賺比較大波段 會比較有意思 但是 有些人喜歡做短 或者說 有些股票 比較震盪的時候 或者 比較危險的時候 你也可以 對不對 用極短線 來把你的成本降低也好 來幫你趨吉避凶也好 對不對 那再來呢 你看長龍陽明也是一樣 今天 對 長龍 最支撐價是138 支撐價138 你看到長龍2603 支撐價138 今天 就打到138 真的 算的是準準準 這是我昨天算的 我昨天晚上算的 收盤算的 真的 就真的打到138 但是就是來到今天的支撐區啦 所以 真的有時候 不知道咧 我有時候覺得說 其實股市就是這麼可愛 股市就是這麼可愛 那當然這每天都會變動 這個價位表每天都會變動 那 因為呢 公司要求啦 就是說 我們昨天是有送 送給 各位來索取的今天這個表 但是我們公司要求 還是以會員服務優先啦 會員服務優先 所以如果說 你是會員的 那如果你想要這樣的表格 每天不斷的更新的 你可以跟你的服務人員 來做個索取的動作 他會傳給你 用來傳給你 那當然啦 你說啦 要做波段的 我說台積電當然很好嘛 那台積電的設備廠 絕對是更好嘛 所以你看到今天中沙 哇 對不對 又快噴了 今天在創波段新高 中沙快創波段新高 那當然呢 你看到泰森 欸 今天洗一洗 這個也是很會洗 但是今天也是大漲 那他當然還有很多的故事 那當然還有很多故事 所以 為什麼我想說 真的啦 你如果要抱長一點 這邊理論上 我覺得不是高點 所以為什麼我會告訴你 泰森是70塊的中沙 泰森是70塊的中沙 那時候中沙是有點可惜啦 因為小阻力亂搞 沒辦法 有時候 對 會員朋友會比較希望說 能夠 漲快一點的 那時候買在 大概買在儲權錢 那時候也是70塊附近 那時候買在儲權錢 小阻力呢 就是亂搞 後來有小阻力 你看這邊有量嘛 有沒有 這邊有量嘛 小阻力就在那邊亂搞 每次被那小阻力搞完之後 你看股價就跌 每次被那小阻力搞完之後 股價就跌 很討厭 那時候我就 上來說 想說 這小阻力又在亂搞了 算了算了 這邊就小鎮把它出掉 小鎮把它出掉 那你看 跌完了 等到短線被騙的 追高的人 認賠了之後 你看 真的啦 它真的是很好啦 真的 你剛才長到138嘛 有幾個會員有用Light問我 可不可以留 我說可以留 他們是出在100塊 出在100塊 所以你說 真的有時候 做股票 真的 我想台北股市真的 壞人是蠻多的 我只能跟你這樣講 你看 對不對 前兩天 哇 車王店 前幾天車王店掌停板 你看那麼兇 隔天就被倒貨 今天繼續跌 對不對 真的 你沒辦法 你看像這個 我今天看這個也是蠻好玩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什麼 今天什麼 那個什麼 熊獅旅行社 對不對 今天 今天三富還漲平板 但是你看今天的熊獅 有沒有 你看今天的熊獅 齁 也是給你打下來 對不對 當然這個 有解封的題材 他們利多還沒出進 不會死 但是你看今天 齁 也是打得很兇啊 有沒有 你今天如果早上去追的 有沒有 又跟那個1533一樣 所以有時候 我就覺得說 不要亂追 股票會比較好一點 尤其是 他們已經有些有反應了 你看熊獅其實 這陣子也長蠻多的 也長蠻多的 那因為畢竟你說 距離解封還有一段 還有一段的路程 所以這邊 短線的題材做做可以 但是 你說要大 大局的佈局 大局的追價 大可不必 就像你說長龍航嘛 對不對 我一直告訴你長龍航會過高 你看 整天過高今天再漲 但是你說要來這邊買長龍航嗎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我那時候就告訴你長龍航是在這邊嘛 對不對 今年大概過年前的時候 農曆年前的時候 真的利多沒出進股票就是這樣 該他兇的時候就是兇了 你說真的車用的最好的 還是在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為什麼我說漢壘還是會比較好 當然是有大魚進去 這邊叫你不要追了 要停立了 這邊告訴你不要殺了 那這邊告訴你可以買了 對不對 這邊告訴你 也有人進去囉 有大魚進去 你看投信有沒有在買 有嘛 投信一直買 對不對 前陣子軋空嘛 最近因為 少空單都認賠了 空單都賠掉了 賠掉了之後呢 接下來呢 他要走他自己的路啦 接下來還是要走 他是沒結束啦 但是呢 我昨天也跟你講嘛 漢壘第二 漢壘第二 會比較肉多一點啦 漢壘第二 那我今天也告訴全部的會員 那當然 可以調一些股票買 今天他也是跌 但是 一百多塊的股票 目標三百塊 一百多塊的股票目標三百塊 你願不願意賭嗎 對不對 其實股票就是這樣啦 我常講 股票就是 一個風險跟利潤 那時候為什麼說 對不對 我要講8027好了 我要講8027 那時候他們的 他們的庫長股大概買了六十幾塊 買了六十幾塊 那我們是從 對不對 六十幾塊就開始 六十幾塊 七十幾塊買 六七十塊就買 因為 畢竟下檔的風險有限 你知道嗎 股票就是這樣嘛 你說 股票來來回回 有時候行情好 有時候行情不好 但是當他長線沒結束 利多沒結束的時候 長線沒結束 利多沒結束的時候 對不對 抱得越久 是賺得越多 抱得越久 是賺得越多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中砂會 漲到一百三啊 我也是認為 差不多一百塊 短線上一百塊 就了不起 真的投信把它買到一百三 那只能感謝 對不對 投信厲害 投信是幾塊大買 這邊嘛 一百一十四大買 對不對 所以 有時候啦 當然你說 短線上 投信進來了 籌碼 籌碼又強了 會有超漲 但是你買在低檔的時候 你是都可以全身而退 就像你說這個 對不對 這個 漢磊第二一樣 漢磊第二一樣 最近股價跌死了 當然你們自己看他的K線 他最近股票 股價也是跌死了 但是他做的東西是未來 我想啦 也都是一個明星的產業 對不對 你看漢磊就是做第三代半導體 那他也是跟這個有點相關 對不對 那接下來也都是 往那個方向再走 那 當然這個產業的爆發力是更強 那股價也是跌到這邊了 也是跌得蠻多的 當然就是有肉 所以我也分享給我的會員 那當然就是這樣 這個盤沒有結束啦 但是 最近就是一段一段的做 因為畢竟利空 它就是會 突然來又突然結束 突然來又突然結束 所以 操作上面你可以說 一段一段的做都可以 你可以用一些指標的強弱 一些指標股的強弱 你可以高出低進 有些股票你可以高出低進 那有些股票呢 跌得很深 該拚就是拚啦 我認為該拚就是拚啦 下檔的風險有限 不用怕啦 這檔股票有 法人大戶買一千多張耶 他也是套在上面 對不對 一千多張這個一百多塊也一億多耶 對不對 跌下來買一億多的倒楣還是你倒楣 當然是買一億多的倒楣啊 但是人家為什麼要買一億多 當然就是看好嘛 不要解我的意思嘛 股票就是這樣 買未來的產業 買在低檔 正好最近跌下來 所以為什麼我昨天要推出 因為前陣子盤也不好啦 我也覺得說這個盤就是還是震盪 所以手中的股票對不對 就抱著就好 因為你去亂追亂買 有時候會被修理啊 對不對 就像說你這幾天去亂追亂買 也是被修理啊 不要跟我講說你都很厲害 對不對 很多股票一開高你去追 打下來 哀哀叫 你就乖一點嘛 那現在時機慢慢的好 因為最近對不對 台積電慢慢的穩住了 台積電穩住了之後這個盤就 指數也慢慢穩住了 很多股票正好跌得很慘 它就是你的機會 好不好 有興趣的 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和你的第二 好好的把握也足夠 曹孫琳壯大錢 明天再會 拜拜 麻煩你 走 好 跟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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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